本尼亞兩載滿液化氣體的汽車爆炸引發大火燒毀了首都內羅筆的房屋和倉庫 最少三人死亡,超過270人受傷 伊朗總統萊西聲稱伊朗不會發動戰爭 但會對任何企圖欺凌伊朗的人作出強烈反應 德國又經歷了一天罷工 全國各地巴士和電車站停駛24小時 9萬名運輸工人參加罷工 在一天前機場保安人員也參加罷工 法國總理推出了目的在於保護農民生計的新措施後 農民拆除了通往巴黎公路上最後剩下的路障 瑞典氣候活動人士通貝斯星期五 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席第二天的聆訊 三個月 二十分之二 正在職業活動人士通貝斯特地方法院出席 市場人士通貝斯特地方法院出席